大家好,我是Kensen,今天就是2022年8月13日 今天就是本频道成立五周年的日子 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就在2017年8月13日,即是五年前的今天成立 今天五周年想拍一条影片,回顾我这个频道 希望大家会欣赏 我们会看一些旧影片和讲一些我们频道的发展 不如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开这个频道呢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有兴趣开一个YouTube频道呢 其实在这个YouTube频道开之前,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实你可以来我的频道,我是有些旧的频道 这个KensenStudio这个频道不是我第一个频道 其实我第一个频道是这个 就是这样叫Kensen的频道 这个频道我上载了两条港铁的行车片 你看到我这个是再组过KensenStudio的频道 因为2017年的2月5号已经开了这个频道 这个就是我第一条在YouTube频道 之前是拍这个南港铁线的 南港铁线的行车影片 这个就是第一条影片,你看到它是480p,非常低清 以前的质量是这样的 这两条影片就没有再在这个频道拍了 那时候开始,即17年那时候 我本身也是对这个铁路也挺有兴趣的 因为以前都是天天搭,搭上学 17年左右就开始接触YouTube 因为那时候开始就有一部手机 可以看到一些YouTube影片 那时候就开始接触YouTube这个平台 那时候就不如想,既然我喜欢铁路 又喜欢拍摄东西 为什么不放一些影片上网,分享给别人看呢 所以就开了这个频道,就放了一条影片上来 这个就开始我的YouTube生涯了 那去到17年的暑假 我又开了第二个频道,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个频道就叫Kinson Creeper 全部都是有关Minecraft的影片 那说一下Minecraft Minecraft这个游戏 其实我也是差不多在17年的年初 那时候都开始认识这个游戏 那时候我还记得是1.12,不是 1.12,是1.12.2 那时候就开了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全部都是关于Minecraft的影片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呢 以前是用英文的 开头那几条影片 那就是第一条关于Minecraft的影片 都是很传统的survival 不是SMP,就是个人的survival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就是720p 那时候 因为以前那部电脑好像不可以支持1080p 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好,那之后就去到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又拍这个 即这个频道有些发展 然后呢去到 去到2017年的8月13日 即暑假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这个铁路和Minecraft 就混合在一起了 那在这个频道 就做了我这个频道的第一条影片 那第一条影片呢 就是这条影片 就是Minecraft 港铁南港都线上行全程 不要问了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YouTube Channel 即大部分 每一个YouTube Channel的 第一条影片都是比较多人看的 说真的 第二条影片 第三条影片 即开始少人看了 如果只是看这四条影片 即比较这四条影片 第四条影片最少人 第三条 就是多人一点 这个呢 就是多一点 这个就是最多 这样 那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质素是怎样 以前这个就是 这个Channel的 有私利的第一条影片 是这样的 是非常之 即是怎么说呢 即是跟现在根本就没有得比 现在那些 起的那些东西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你可以说是第一代的Minecraft Mtr 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没有任何剪片 其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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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第一代的Minecraft Mtr 那之后呢 就拍了其他片 南港刀线 是第一条线 因为那条线最容易起 之前我觉得 之后就开始有 港刀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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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刀线 然后就全弯线 是 我觉得这条片呢 就是我 第一条片有出声的片来的 不是 这条 这条是 港刀线 还没有 西港刀线 那些 是 不是 这个才是 这个港刀线 全食动车 就有西港刀线 这个就是 有我把声的 第一条片有我声的 大家好 我是KC 那 不播了 大家自己 看 对了 不知道为什么有三万的人 唉 对了 都是算是第一条片 超过一万的view 都是 之后就这条了 其实我觉得这条片做得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 对了 我比较喜欢这首音乐 对了 我比较喜欢这首音乐 可以说是第一条剪过的片 因为加了一些音乐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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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 做了一条教学片 这个其实不要理了 不知道是什么 教学片 教大家怎么做幕门 大家好 对了 对了 如果 幕门 对了 我 看下面 大家慢慢看 对了 对了 之后呢 就 一百订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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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一百订阅了 七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短短两个月多一点 一百订阅了 差不多是這個時候我移民過去加拿大 即是Montrao 蒙特尼爾 這個時候差不多移民過去 拍了第一條片都是很低質素 好像20年遲影那些 不要管 但這條是舊片 為什麼會有一條在香港的片 我之前拍過香港的Mtr 尖沙咀集 拍過之前 尖沙咀去哪裏呢 去利東集 大家慢慢看 都拍過一些在香港的Mtr的Vlog 這條片是南港都線通車一年 算是大製作 剪輯過來 用了很多時間剪 我記得這條片 就是每個站拍一下月台 為什麼這麼慢 每個站拍一下月台 大堂 列車 加一些字 就是描述那個站 然後就是 第一條黃色戰爭的影片 現在都沒有怎麼玩 這個就是Mtr第一代的 trailer 給大家看一看 要不然這條片就很長 2021年版就是會看到的 就是這樣 那之後就 南港都線2.0 就是跟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南港都線很大分別 其實都沒有很大分別 其實都是 漂亮一點 然後還有一些燈 還有那個月台那個 那個 月台頂是有些 新的設計 所以都不是很 怎麼說 其實不是很漂亮 那之後就東沖線 開始東沖線 之後就一些 往西戰爭的片 這個就是 煙花 之後就機場快線 之後就迪士尼線 這條片 就第一條過10萬人看的片 這條就是 東沖線走 還記得是用Alan Walker的Fade 這首 No Copyright的歌 這首是 大家慢慢看 那就是 之後就機場快線 之後就試玩一個 遊戲 之前那時候都很流行 這個就是叫做 MTR 按照港鐵站不站通 還有留意一下 這條片就是第一條片用 這個intro 就是所有的intro 就是 第一條片用這個 好像這條還是這條呢 好像這兩條 其中一條是 第一條片用那個intro的 之後就開始接觸OpenBV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7萬的人看 就是 看我做什麼才知道 對 K train 走南港鐺線 這個idea 不知道誰想出來 就是這樣 OpenBV 之後就是 其他OpenBV片 這個就是 Channel Trailer 這個值得給大家看看 其實 那些很簡單的 Trade 最搞笑的是這裏 反了的1900車 真的 反了的1900車 都不知道 一分鐘內 其實 之後就200訂閱 200訂閱 看看什麼時候 3月22日 2018年 再過了半年 之後就多100訂閱 到200訂閱 之後就多一條香港的MTR的片 之後就沒有了 下一條就應該我回來香港 那時候才會拍的 真的 之後就一些無聊片 這個是一個轉捏點來的 這個Channel 這條片就是 之前我可以把這個 以前那個MinecraftMTR地圖是 Java版的 那 就用一個 program 就可以把它轉成這個PE版 那 就 即 大家看到我以前用手機 都可以 玩到那個 原本的地圖 Minecraft PC 那大家是不是 對 就是這樣 之後呢 就是一些無聊片 這個 這個 一個 很有趣的片 可以看一下 MinecraftMTR之後 就暫定了一輪 其實 機場發現之後呢 就 觀塘線 對 觀塘線 就是有些 Him Him Sim 2 那個 就好像OpenBP 那樣 之後300訂閱 300訂閱 什麼時候 300訂閱是 2018年4月29 都不是差很遠 對 之後就是動態路線圖 這個字 其實 說真的 這段影片用了很長時間做 真的 之後就玩Fortnite 有一個新的遊戲 那時候剛剛流行的 其實是 之後就 東沖線 建立了這個 青毛制中心 這兩條影片就是最多人看的 這個頻道 這條影片最多人看的 這條影片 每一次做動態路線圖都很多人看 是不是應該做多些 但是 因為做這些 你看到 每一格 就是動畫 每一格 都是要一幅相 可能 產生了幾百幅相 做這些都很難做 不過不要理會了 之後就這裏 4巴訂閱 就有一個子創鐵路 子創鐵路 現在都不知道 好像沒有了 因為 沒有空做 總之我之前是有一個子創鐵路 叫做元素鐵路 不要問我為什麼用這個名字 是啊 就是這樣 是有五個站的 記得 詳情請看扁 對了 之後張號線 不割字 寶林通車 這個一周年紀念活動 就有直播的 對了 有直播 對了 什麼 不是這條片的問題 是那條片出現了問題 是啊 一周年就 我記得好像建了一個新站 在子創鐵路那裡 對了之後呢 就 500訂閱了 有一個Q&A Q&A我搞過兩次 這個是第一次 然後第二次就是在6000訂閱的時候 這個 咦 為什麼這樣的條片 什麼鬼 Q&A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之後我記得很快 這條片有很多人看的 就是張號線 康城 知線 就是去康城 以及東亞樓 就是觀塘線那些站 藍田 好像是藍田站 起買那些站 之後就 觀塘線的延線 就是去到 去到 去到 黃布已經 開通了 對了 咦 為什麼問答活動那個 嗯 等一下 問答活動那個 那個 preview那條片 應該會早這個出的 我不知道怎麼看 先 什麼鬼 啊 200 對了 有些日子 對了 3月22日 4月28日 7月34日 對了 就是這樣 對了 問答活動 600日 其實500和600日 都不是差很多時間 都好像幾個禮拜 就已經到了 之後這些 這個 Ashford Ace的 片 一條 就是一個 開車遊戲 然後就700日 原來很快 就起這個高鐵 這個就8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段時間 就是 還是我出少了片 又不是 這段時間都幾活躍的 我記得是 就是700和800訂閱 都是差一條片 就是隔了一條片 600和700訂閱 都是隔了兩條片 不知道為什麼 之後 這條片 很大的轉捷點 這條片就是第一條 片是用所謂 這個摩登的 不是摩登 就是 大一點的站 就是你知道 在荃灣西站 在荃灣西站之前 那些站全部都是 只有短的 那些月台 短就是 5到 幕門的 每個月台 這個站開始 就15到幕門 每個站 所以就是一個 還有一些新的這些 指示牌 你看到 這個站開始有的 所以 都算是一個非常之大的 里程碑 可以說 之後就 OMSI2 巴士 駕巴士 之後就 西鐵線 其餘的 錦上路 通車 第一八條片 已經 九八訂閱了 這個時候 看什麼時候才 九八訂閱 我們在2018年 11月22日 這個就是經典的 intro music 經典的 music 然後 然後 西鐵線 其餘的站都通了 不是的 分了兩條片 之後 有多些 皇室戰爭的片 High Pixel 之後 全條西鐵通車 就是 通了車之後 就開始弄這個 東鐵線 這條片又不知道為什麼 是比較 popular的 其實是 十萬人看 都不知道 是2018年出了一天 弄的 這條片就弄了 尖東站 紅磡九龍塘 和王國東這四個站 大家可以慢慢看一下 之後 就 玩過一次的 納斯卡帝路 server 在這裡 那 之後 就 回到mcmtr 以前不是mcmtr 以前 就是minecraftmtr 因為沒有現在 這樣分那麼多 沙田站 一直去 火炭大圍車廠 之後大學站 大學站 我覺得大學站 起得比較漂亮 說真的 之後就 馬場大學站 河東磡車廠 之後這條片 有很多人看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mtr song 不播了 mtr song 很多人看 不知道為什麼 說真的 我瀏覽過youtube 我一搜尋mtr song 大部分mtr song的片 都很多人看 不知道 不要問我 OK 之後就大部去 粉嶺站 就是大部去泰和粉嶺 然後就大部去 上水 泰和粉嶺 每個站都是一條片 都很多人看 OK 之後就 Badwars 不知道 有Badwars 這條就比較 以前有一個 這條片 不是minecraft 這條片就是關於minecraft survival 有什麼新的方法 就是no jumping 我想試一下新的東西 就是minecraft不跳 可以打贏的遊戲 就是一條片 之後就大了 這條片也是大製作來的 這條片就是 諾馬洲之線通車 我記得之前 可不可以開 先 我覺得之前有一個 投票的 就問大家應該 先去羅馬洲之前 還是這個 去羅湖的 是的 我記得之前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裏 有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Youtube 那個 投票 我不知道 好像在這裏 看看找不找到 對了 對了 應該在這裏 其實 對了 這裡 竟然還有 選手站已經大公告成 今天會 下一本 大家想我起羅湖 還是羅馬洲之線 很多人就選了 羅馬洲之線 71% 羅湖就29% 那 所以就起了羅馬洲之線 繼續看下去了 羅馬洲之線通車之後 就開始了馬鞍山市的事情 那時候 屯馬線還未通 連屯馬線一旗都還未通車 那時候 有些行車片 就是羅湖站起完 有些新年片 官堂線 就拍回一些 其他線都拍回一些行車片 因為之前沒有 對了 之後就有一條vlog 已經來了加拿大 這個時候 第二條動態路線圖 都很多人看 之後就 這個channel 如果 這個builders club 這個channel 已經是inactive 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話 就 你加入我們discord server 就可以和我們聊一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斷馬線一旗通車 這條片 我很記得 不知道為什麼 幾天內 就有幾萬人看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youtube這個algorithm 他就推廣了這條片 很記得的 這條片就是斷馬線一旗 我只是換牌而已 有些教學片 之後呢 之後呢 哦 這條片很重要 這條片就是 很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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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條片是 我都放了這條片 其實這條片就是 這條片是 mcmtl 的server的第一條片 是一個直播 那時候就不是一個server 因為那時候 講一下 這個mcmtl的server 其實之前就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就是只可以在bedrock 的版本去join 就是以前它不是叫bedrock 以前叫pepocket edition 那時候 以前就想 我記得那時候因為 只有java版的地圖 有些觀眾就想說 就說想 用bedrock一起玩 所以就開了個server 那時候開始 這個ip已經不合理了 所以大家不用試了 這個就是這個server的第一條片 其實 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不是什麼都沒有 那時候是 那server是厲害的 厲害的 那 還是沒有任何新的站 沒有重建 就是這樣 那 就是這樣 就 馬安山線 minecraft mtr java 那裏繼續發展 這條片就是 FFV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另外一個 youtuber的server 就是叫徽日 那他就 都是在bedrock那裏做一個mtr的server 那他那個就是幻想鐵路 就是顧名思義 就是 不單止是 現時的那些車站和路線 他也有未來的路線 例如 他就說是2046年 好像是 2046年的mtr的情況 那就是 大家可以 慢慢 音樂一下這條片 之後呢 就 也有些 FFV片 之後就回來這個 屯馬線一旗 這個就是 在 我們 mtr server的 屯馬線一旗 的通車片 第一條起的 第一條整完的線 就是這條 就是屯馬線一旗 然後就是迪士尼線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就有一條 比較特別的 360的片 就抄考了這個 港鐵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三年前 當屯馬線一旗通車的時候 mtr就出了幾條片 都是VR的 就是你戴著headset 你可以 好像在那個站那裏 就可以看來 就是VR 叫做VR virtual reality 那就可以 戴著個 那些叫headset 就可以 好像現實這樣 周圍走個站 那我這裏都 弄了一條這樣的片 不過就在minecraft 裡面 所以如果你們有headset 你可以帶來 然後試一下 看一下 很棒的 很棒的 那當然這條片 都用了很多時間做 其實 那 就 之後 就 這個 就 一個自創的mtr 諾馬州 直到金鐘 當然 幾年後 現在已經是可以 即現實是可以實行 因為 冬鐵線已經過海真的狠興奮 對不對 對 冬鐵過海真的狠興奮 所以這個已經是 現實的了 其實 不過就沒有這個直通 由諾馬州直通去金鐘 沒可能 那這個都是自創的 這條片就開始玩The Hive Server 就和一些其他玩家一起玩 之後就有一些 mcr server的直播 也很多 跟著 都是mcr 有些其他的片 即是 不關鐵路事的 屯馬線一旗 這個就是行車片 這條片 就 示範那個 即 怎麼說 一句就是 以前的 call pro text 可以說 即是 那張p版 是沒有plug in的 所以要用一個 我們要 之前的server 就很多grieving 其實 所以就要用 一些方法 去阻止 就用了這個 command block 以及其他 那些紅色的東西 不過現在有plug in 就不用了 OK 那就 都有一些 mcr 有的直播 有The Hive 還有這條片 就比較重要 這條片是由Stronger去錄的 這條片 就是 青衣站 重建 現在的青衣站 都是大同小異 都是那個樣子 因為兩年都是這樣的 這條片 之前是Stronger 這個其實是Stronger 那他以前的 Skin 以及以前用 Backrock 那時候 他就想 他拍完片 就讓我 upload上來 我就幫他 upload上來 那就是 青衣 和麗景站 這兩個站 都是 他去拍的 都是他重建的 不麗景站好像再重建了一次 就不是這樣 好像再重建了一次 對 好像不是這樣 對 再重建了一次 對 那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車站重建計劃 這個就是海洋公園 這個就是我做的 是海洋公園站 第三站 這個系列已經不存在了 沒有時間拍了 那麼多站 只有十個站 對 之後就 海洋公園 這個站我覺得起的比較像 真的幾像 對 還有一個新的intro 對 新intro 新intro 然後就有其他南港都線的片 黃竹坑 利東 海洋公園 然後就 將軍澳線 寶林站 寶林站 寶林站重建了 現在那個寶林站 都是這個樣子 其實 對了 之後 東沖站 原來是會有一個trailer 東沖站 對 這個trailer 看看 對 以前是這樣的 這個trailer 對了 恩澳和迪士尼 之後就完了 因為那時候好像 八月尾了 是不是 先看看 先 第九集是 第九集是 八月尾 七月二十 八月六號 那時候我就差不多要開河 所以我就 這個 迪士尼站和 Zrong拍完之後 就沒有再拍這個 青銀桶園計劃的系列 就用直播或者一些 比較簡單的片來去代替 之後呢 就 馬安山市 Minecraft MTR到這個時候都已經 起了 所有那些站 除了團馬線 一旗 其他都已經 斬了 之後呢 就 我 是2020年的 九月開始 到十二月尾 就是有一個大的 break 就是我完全沒有 沒有 沒有上傳過任何片 沒有任何直播 那時候 因為 就是 學業繁忙 開始 所以就 這條片 就是 這條片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這個 title 這條片之後 搞了四個月才再出片 這條片 就在十二月二十 三十號 就 顯徑站 就是團馬線家的顯徑站 那個時候 才回來的 之後就 這個 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片 這條片 這條片 就是第一 有幾點要說 這條片 就是第一條片 用shaders shaders shaders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這些光影 中文叫做 看上去漂亮很多 還有第二條片 就是這條片 是第一條片 是用這個 所謂的自動行車系統的 其實呢 我最近出的那些片 也是有一條 東充線的 大家都看到這裡有個 全自動駕駛的線 其實 去年已經開始有了 不過那時候就是 試驗的 其實那時候就未正式用了 其實已經是有得自己走 就是用了這個 train cards的plug in 對 還未和大家說 就是 這條片 就是剛剛那條片 開始 這條片開始 就是我們這個 MC MTR server 就由 Badrock 的版本 變成為 Java 和Badrock 的版本 是不是很複雜呢 即是 自從這條片出了之後 即是沒多久 或者好像2月頭 2021年2月頭 就 做了一個 跨平台的server 就 電腦版 Java和Badrock 都可以進來玩 是的 這個 都是一個很大的 里程碑 因為 那時候有一個 plugin 有一個插邊 叫做 Geyser G-E-Y-S-E-R 這個plugin 可以讓我們 兩個platform 都可以玩到 同一個server 上面 還有 屯馬線 屯馬線 那時候已經起好了 雖然那時候還未通 但是不知道 為何會起到 不是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玩野路線 即是 大衛站 馬歐山市走不到 大衛站 下了去東鐵線 然後去到 紅鑽站 再播回西鐵線 我記得是 之後就有些 park call的直播 有五條 那麼多 這個就是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就是 屯馬線通車 如果大家記得 屯馬開通 真的很興奮 就是這一日 誕生的 這個meme 通車 那天 這個就是 我們當然 MCMTR都通過車 不 其實我們好像是 遲一天通車 我們是6月28日才通車 就跟幾個月前的東鐵線不同 東鐵通車 東鐵過海段通車 東鐵過海段通車 我們是早一天的 屯馬線通車是遲一天的 比現實 值得留意的 之後呢 就有些 Minecraft名叫Java的片 就建了這個鑽石山站 和這個啟德站 之後就沒有了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發展 因為呢 我最近都說過 因為開始有些重複 所以就專注發展 發展回在MCMTR SERVER 一來大家都可以一起玩 二來就不用兩個MAP 重疊在一起 我覺得 如果有MCMTR 和MCMTR 和Minecraft MTL Java 這兩個在一起 就有點 redundance 況且 現在MCMTR SERVER的地圖 都是Based on 這個Minecraft MTL Java 的地圖 所以就無謂重複了 之後呢 這個羅仙丹的Meme 就是在這裡誕生的 這個就是 我改的 的馬可洞 真的是Minecraft版MV 那就是 我唱過 這條片 我第一次在這個頻道唱歌 又製造了一個 這個 這個 什麼呢 全程行車變斷 這條片就不知為何有這麼多人看 對 都挺正的 這條片 算是高級製作 我可以說 有1小時版 要是有人request 1小時版 和10小時版 很有趣 10小時版 是要多人看過1小時版的 問號 不過 預料了 啟德站之後 S&P 這個時候開始 開始 這個是第一代S&P 之後就東京奧運 東京奧運 再叫2020年奧運 雖然是2021年 因為它是退遲了 因為疫情 那 我覺得 又製造了一條MV片 MV片 這個就是奧運奪金真 的很興奮 又是改詞 好了 之前就有四條片 這兩條片 要給大家看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之後這兩個就是 Minecraft MTR的Trailer 不多說了 這兩個片 為什麼這兩條片 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大家可以 看一看 其實 質素 這條片 就是 最後一條片 用舊電腦 來拍的 這條片之後 我用 之後的所有片 我就用新電腦去拍的 大家看看質素 是不是有點不同 其實很難看 其實很難看 不過是有點不同 是順很多 因為 雖然這裡很難看 但是 是順很多 新的那部電腦 是順很多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順的 也有些順的 其實 這條片 是順很多 開始順了 順很多 其實 順很多 對 有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時候我換了電腦 這兩條片中間 換了電腦 之後所有的片 都是新電腦拍的 OK 之後 就開始玩 ROBLOX 這條片就是我第一次 在這個Chadow 玩ROBLOX 而第一個遊戲 就是玩這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好了很多 這個是 什麼Criminal 不知道是什麼遊戲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可以在留言那裡說一下 之後就 有一條關於何思培的片 這個 這個就是 團馬線 這個就是動態路線圖 一整動態路線圖 就這麼多人看 OK S&P 有些 Part Call的片 之後 李慧斯 奧運奪 銀牌 銀牌 這個張家朗 對 很厲害 又到一次ROBLOX 之後 這兩個就是 FREE NITRO 完了 不用看了 OpenB3 再製作一條片 就團馬線一期 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 OpenB3 有個 某個製作團隊 剛剛發佈了 這個團馬線一期的檔案 那就 公開下載 我就試試來玩 等一下 之後就 這個 過了片之後 就開始回到現代 不要說現代 就是 新一代的影片系列 你可以說 因為是有少少不同的 這條片 開始之後 這個直播開始有點不同 你可以聽到 那聲音是清很多的 哎呀 當然 不是 這樣就行了 好 我 這條片是清很多的 就是這個直播 對 所以是有一個轉變 之後就 拍了一些 我在Montreal的一些 Vlog 一些行車片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個呢 就跟蹤 這個都是大製作 其實這個 這個站 剛剛重建完 你看到 還沒有東鐵線 過去 對 那時候還沒有弄 OK 之後就來了 來了 這裡開始 Sandtown Server 這個頻道第一條 關於MTR Mod的直播 那 就 竟然是跟Jonathan 就是MTR Mod的creator 一起開直播 是非常之 高興的事 對 這條片就跟Mod Creator Jonathan 一起直播 對 那 就 這條片 開始我就接觸MTR Mod的 那 就跟 我們MC MTR和這個 Sandtown Server 合作呢 就一起創辦了這個MTR Crafters MTR Crafters 這個就是第一個直播 這個就是第一個直播關於MTR Crafters 對 那 那 對 其實怎麼可以這樣檢查 這個 堅尼地線站是我們第一個 整的站 在MTR Crafters 對 堅尼地線站是我們第一個整的站 在MTR Crafters 堅尼地線站是我們第一個整的站 在MTR Crafters 對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MTR Crafters 第一條的直播 第一個直播 之後 嘩 全部都是MTR Crafters 因為那時候 狂地宣傳 因為 剛剛是 因為那時候是 剛剛 那些人才知道 有MTR Crafters 全新的 那時候 對 所以就狂在那裡做 開直播 promote那個server 對 對 去到這裡才回到MTR Crafters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片 尖沙咀中樓相隔71年再 重新響鐘 這個比較特別的 是的 2021年10月9日 如果大家想知道什麼事 就可以 搜尋一下 這個 中樓 現實的 現實的事 是 中樓再響鐘 好高興 真的狠狠 對 然後 也是MTR Crafters 還有 有個 Sentown的神聖 第二條 Sentown的 直播 這個就是 幻影唐明 線通車 就是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就可以問一下 一個叫 波拉斯的 Player 不是Player 怎麼說呢 我們其中一個 MDR Crafters 你可以問一下 關於這個 幻影唐明 線通車 因為 是的 之後 都是MDR Crafters 就開始有些 開始有些 那些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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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這條呢 是的 第一條片 用這個新的intro 所謂的intro 是的 嗯 之後 這麼快就 聖誕節了 已經 Trailer 宣傳片 這條片 弄得挺好的 其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第一代的Trailer MDR Crafters 對了 之後 就 等一下 Send MDR Crafters SMP 打中介龍 這個 那時候打 Ander Dragon 打得很開心 全部都是苦 OK 之後 就 搞了這個 直 直播 就是 在Minecraft那裡 放煙花 是的 好像有版權 那時候 不要播了 嗯 對了 這個就是那個直播 搞了個直播 那個就是 直播這個 放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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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之後就 2022 去到這裡已經是今年的事 真的 對 你是不是說 時間過得很快 因為 這條片之後就 2022年了 已經 是的 之後有多些MDR Crafters的片 直播 然後呢 這條片 就 比較多人看 20萬都幾多人看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 這條片 對 九廣西鐵 即是叫做Creative 即是有些創意 那條片 之後就是另一個神聖的片 Sentai的片 哦 對了 6千 咦 我又 900訂閱到6千訂閱 沒有做過任何的 特別的片 原來 對了 對了 1月14日 2022年 就6千訂閱了 對了 其實不夠半年前 其實 不是 已經過了半年了 過了半年 之後就 Roblox MDR Crafters MDR 直播 有回MDR 之後就 GTA GTA 想看的 就可以看 GTO 第一次玩GTA World of Warships 那時候就試一些新的遊戲 即 Isaac Love 和Blood Earth 他推介這個遊戲 給我玩 那時候就開始玩 World of Warships 那就 可以看一下 之後呢 就 這段影片 又是抄考了MDR 其實 特意的 特意的 特意抄考 對了 對了 就是這樣 看回都挺有趣 因為 那時候還沒通車 現在已經通過車 真的很有趣 看回頭 這段影片也是OK的 就是 現實 和這個 MCMDR 對比 比較 對了 就是這樣 好了 有些足夠 這些 Rick Roll片 爆了 穿了 為什麼那個Thumbnail 會是Rick Roll呢 什麼 我不是Rick Roll 為什麼會轉了 這麼有趣 不知道為什麼 OK之後 就羅先生 再次被上鏡 對了 就是 紅磡接通 港島超興奮 那次 對了 6000訂閱 做了個Q&A 就是這裡 做了個Q&A Q&A 就 啊 這裡 我記得這段影片 我沒有開咪 就是在外面 第一次在街上直播 就忘記開咪 那次 所以就要 所以就聽不到 所以就要再做多次直播 就是回答 Q&A的問題 嗯 嗯 等一下 好像之後呢 就再 為什麼這個2個月前會在這裡呢 YouTube有問題啊 為什麼這個位在上面 又沒有可能 有問題啊 YouTube logic OK 對了這段影片就是 MCM有伺服了兩周年 2022年3月6日 Minecraft 對了 兩周年 2023月6日 之後那天呢 就搞了個活動 那個活動就是一個Cahooch 大家都幾踴躍參與的 其實這個 都很多人參與這個Cahooch 我記得 可能遲些再搞Cahooch 因為大家都應該都幾喜歡玩 不知道是不是 你們都不喜歡玩 5億Cahooch 可以再做多幾個Cahooch 和大家一起玩的 遲些 那就 有些無聊片 又是 之後就 對了這個就是Meme How to be Builder 就是這裡開始了 Hello How to be Builder 那就因為這個Meme就開始 出現了 所以就 為什麼不做一條 教學片 展示給大家看 如何去申請 Builder 就是 如何apply for Builder 就是這樣 之後又有一些現實的Vlog DSE 到這裡就是最近的事 因為DSE是5月 4月尾5月頭 之後就MTRCrafts的2.0Trader 這條片就是Bosco做的 這條片就不只是我的頻道 在MTRCrafts的YouTube頻道都有 在Bosco Bosco BCStudio的頻道都有 之後 這條片 已經是最近的事 因為 冬鐵過海 其實不太久之前的事 冬鐵過海就有3條片 每個新站都做到一條 特輯 可以說是 專為每個站都做了一條片 這個就是金鐘站 是 冬鐵線 給大家看 這個 是冬鐵線 之後 這個就是過海 就是通車那天的直播 有個countdown 有個countdown 2002年5月14日 這個就是通車的直播 就是這樣的 202年5月14日 對 這個封面 之後就做多一條紅磡站的影片 對 最後 最後 這條片都比較特別 這條片就是因為 我記得了 那時候就是 這個 香港的 東鐵過海那段通車 然後 一個禮拜後 這個 英國倫敦的 伊利沙巴線 油通車 就是Elizabeth Line 好像是 Cross Rail 兩個鐵路 兩個鐵路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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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十天 好像 不是隔九天 5月15日 就是 東鐵過海 24日 就是 英國 伊利沙巴線通車 就做了一個 特輯 就是比較一下 兩個站的開通情況 兩條線的開通情況 其實我也發現到很多 相似的地方 都是有些訪問 做了一個 整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較特別的 這條片 之後 補回一條 會展站的片 這條片 我記得是很遲才做的 因為那時候考試 那時候沒有空 所以 去到五月尾才做到的 這條片 這條片就是 最近在一個 比較出名的YouTube Channel 叫B1M 這條片 這條片 被他們用了 就是 他們 找我們 就是想 就是 他們B1M那個頻道 是專門說一些 construction的 就是建築 是不是 他有一條片 關於 東鐵過海 不是都要 整條沙中線 關於沙中線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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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找一條 在Minecraft裡面的 東鐵線 東鐵過海 段 的 影片 就找了我們 我們就給了他用 如果想看的話 你可以去B1M的頻道 找一下東鐵過海 段 工程那條片 你就可以找到這條片 之後有些 Roblox 還有一個 暑假調查 那時候就 三樣東西 就是YouTube直播內容 1比5 或1比2 這些已經講完了 回來香港 是的 回來香港講了 會在12月尾 應該會在12月尾 那時候回來的 應該 之後就 有些 神城 神城 就 不是 說回MCM 這條片 這條片 開始 弄那些 幕門 那些 鍵 這條片已經開始 之後就 這個 康莊特急通車 是的 這個就是 Jonah Express 就是Sentown的一條線 有 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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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YouTube Algorithm 就令到 比較多人認識我們的伺服器 就是這樣 之後1.19 出了 Minecraft也出了 這段時間有兩條影片 都幾多人看 就是Apple WWDC 的影片 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是蘋果 發佈會 每年都會有 做了一個 一個compilation 一條特別的影片 全部都是Memes 之後就回來了 MCMT又繼續收復月台 莫無和車 這兩個就是煙花 我們這邊加拿大有個活動 慶祝的煙花 之後就是MTL Crafts 6月的 純油 不是純油 就是油車殼 4Guys 6月21日4Guys 就免費推出 第一天試玩這個遊戲 挺好玩的 嗯 屯馬線 MTL Crafts 之後 Teknobly這件事 7月1日 嗯 其實都沒有了 已經 回到現在 這條片 這條片就是第一條 嗯 等一下 這條片就是 第一條片是講這個自動駕駛系統 在這個時候開始有的了 自動駕駛系統 的士尼線 之後就是 南港島線 又有一條 又有一條 在Montreo地下鐵路的Vlog 東沖線和機場快線 南港島線 對了 這個已經是兩個星期前 對了 南港島線 之後就機場快線 東沖線 對了 好了 OK 即是去到現在的 已經 那就 對了 我們剛剛 過去了 不知多久 都一個小時了差不多 都 講了我們整個Channel的歷史 還有 對了 那就 對了 都 都過得幾快 這五年其實 就真的非常之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不論你是否從第一天 即8月13日 2017年8月13日 開始訂閱我的Channel 還是看完這條片才訂閱呢 都是非常之感謝你們的支持 希望這五年來我這個Channel可以為大家帶來歡樂 還有 對了 都 五年了 接著來 那 接著來的時間 我們就應該會有多一點的影片 還有可能試一下向一些其他方面發展 可能不只是MTL Crafters 或者MCMTL 可能有些新的影片 但是那些就遲些才會再 確認 就是 那 就 講完我們Channel 其實我們都可以講講講其他 的事宜 是的 其他的Social Media 其實 就是 一開頭只有YouTube Channel 之後呢 就發展了不同的 怎麼說呢 不同的社交平台 有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Discord 和Planet Minecraft 還有最近Patreon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 OK 那就 再一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 未來 再拍多些片 還有開多些直播 OK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片 那 五周年 今天就是五周年 可能一年後 會再去做 即六周年 可能再做多些 特別的片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